美奈祖宗川普發推文說 導彈會向敘利亞發射 警告俄羅斯要做好準備 以回應三日前的疑似化帽襲擊 亞爾及利亞一架運送軍人的運輸機 在首都附近墜毀 造成至少257人喪生 事故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在日本大昏縣 山體滑坡導致住宅被埋 至少1人死亡5人失蹤 在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參加 2018年英聯邦運動會的 5名黑墨龍的運動員失蹤 懷疑他們叛徒並無意回國 在中非共和國 聯合國維和部隊 和民兵連日激烈衝突後 示威者將屍體放在聯合國機構的總部前 既然被保留找到 成為民動員失蹤 到達7ミ士中 推特長或在地獄中 提供丶之一、 既然被保留! 隨便是 既然被保留,